大家好,我是姥姥,很多人都说,我这个风电,说这个走车时候超高,我也很多人也看视频也不看结束,我一直都跟大家说,我说这个风力发轮机走车时候是要卸下来的,而且卸下来也没有多难,这边只有一个螺丝,把它卸下来风扇就下来了,你们看一下啊,我今天要去把这柜子打上, 把柜子打上,然后打上柜子,就快可以出去了,好,下来了,很好卸的,看,山叶就拿下来了,这就涂了,然后把这个,这一拿下来,它是活的,就可以放倒了,加个垫子,暂时先用这个垫子,到时候用个别的东西放着别,沿着河缝子, 它就可以放倒了,看到吧,这就是基本走车的时候状态,但是那个垫子,不会用那个垫子,到时候用个别的垫子,正好沿着河缝子放到底下,把它就放到那儿,这边我再装一个那个布包,装个布包就是我那个,呃,行李什么可以放在这边,往这边可以放那些零动八心的,基本上行李箱就不会, 不会,这边呢,就放一些那个,放那个布包的行李包,网上能买得到,然后这边就放在这些,一些像铁锹啊,什么东西零动八心就可以就放到车顶上了,到时候不用占物啊,太阳灯板装到这儿,我现在这里没固定死呢, 我从网上买了两块那个软板,在这儿一块,在前面一块,就能组成一个二百瓦的太阳能板,二百瓦的太阳能,基本上我的用电就够了,一会儿去坐那个桌子,把后边的桌子做好,床做好,然后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,走, 好了,到了我好兄弟这块这个装修店里来,这个木板那我都拉过来了,然后我那个好兄弟羊掌现在在这儿了,然后一会儿今天帮我坐这个床,好兄弟你懂的。 现在我们再给他崩边儿,再给他包边儿,以后让你们看见看什么儿 这边儿都在堤一堤,打堤啊,在笔着刀啊,一会儿来,这是上面的桌子, 啊,这直接桌子点,可以放东西,然后那边肯定能拉,这边冰箱在这儿,这边儿床板,在这儿扑出来,里边儿的床基本上就是这样,这就是我睡觉的床,大概是八十公分宽,一米八长,这一个床,然后这边儿是个桌子,底下是冰箱,一会儿我再给折叠起来,你看看行车状态是什么样的啊,车的时候就这样,这个这边儿我的被子就是放在后边儿,然后前面儿两个座位, 呃,起来,两个座位在这儿,这个圆车的座位没动,还在这儿,没有,没有,走啥的,圆车的座位在这儿,基本上都没动啊,然后这两个座位在这儿,行车时候把它往前一靠,或者睡觉时候往前一靠,这个空间还可以放很多东西,我看不幸灵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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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� 哎呀,有点不平啊,你们可以看见这边眼看着是有点稍稍有点高,哎呀,今天太冷了,我不行,明天把它拆下来,拆下来,把它拘掉一点,明天把它拆下来,把它拘掉一点,让它落下一下就能好看了,然后这个床也就出来了,走车的时候把它立下来,走车的时候把它立下来,然后这后边放些背什么,行的什么的,呃,座都没有拆, 然后这软板,才能软板也到了,这两块才能软板,这两块才能软板呢,放到这儿,这块放一块,这上基盖上放一块,然后前面这儿放一块,那块放一个硬板,这块100瓦的硬板,呃,然后再加风电,再把车上的电,明天看吧,能改到哪儿设到哪儿吧,尽量这两天要改改进度了,长长进度了,因为孩子开完学我也要出去,呃,灯什么的, 在该装装上,因为我外的用的一些灯什么的都得装上 我准备把那条灯条装到这儿,试试 这儿,这是我原来那条灯条 哎,正好,正好把它就给它沾到这个位置 沾到这个位置,外边灯就有了 外边灯后备箱这儿再装个灯 这边灯装到哪儿,装到这儿吧,装到这儿吧,装到这儿吧,装到这儿就可以了 要不装这儿也行,装到这儿后边也够亮 车里再装一个照明灯,三个灯,然后电瓶再装着,供电装着 OK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,不过怎么说,今天我这个桌子和床都弄完了啊 就是这个桌子啥都弄完了,我也就按我设计这个箱子 等会儿,让大伙儿再看看吧 昨天太冷了,看见了吗,这个底下可以放些东西,我的无人机啊,等等等等的可以放到这个底下 然后这边,像音箱啊,我如果看,如果空间够的话,我可能需要把我那小洗衣机带着 如果空间不够,洗衣机就算了,我有个洗衣机可以带,到时候再看吧 好了,再见,今天就到这儿,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底下提出来 有什么好的证意也可以告诉我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,看视频点赞是个好习惯,三连是个好习惯啊,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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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